應該可以說是離子夾界的LV了 iPhone年年換的新方案 沒想到洗出來 幾乎沒有失敗的作品 真的可以讓我的上睫毛 就是這樣hold住欸 我自己覺得我對它沒有到很小心 可是它竟然那麼安全 戴起來好像很厲害一樣有沒有 結果根本很難用 歡迎回家我是星星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2024年首發第一支的 好物雷霧璇 今年呢我想要努力朝向 把好物雷霧璇變得更主題分類化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會以我 最近用到很喜歡的 3C家電好物為主 從最好用的離子夾到 新手推薦的底片相機 最後也會加碼一個雷霧 分享給你們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樣是我已經 夢寐以求想要買兩三年 但都一直很不下心 前陣子終於在黑五折扣的時候 買下來非常喜歡的 李子夾 這個品牌是GHD 非常的有名 應該可以說是 李子夾界的LV了 因為它這一支呢 原價台灣賣 好像要一萬出頭 打折的話 八九千可以買得到 我前陣子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剛好逛到他們的Sephora 在黑五的折扣 我記得好像是全館打八折 他們推薦我這個GHD的禮盒組 除了這個離子夾本身之外呢 它有送一個這樣子的收納袋 可以讓你旅行的時候 帶出門很方便 額外還有一個氣墊書 這樣一整組買下來 只要五千多台幣耶 幾乎是快要半價了 我一定是要買起來 因為我其實已經想要買很久 有一次跟一個好姐妹出去玩 她就拿出了GHD的離子夾來用 用了她的離子夾之後我就嚇到想說 原來真的有差這麼多 就是她那個夾起來真的是非常順 熱度也剛剛好 夾完之後甚至還會覺得 髮質變好的感覺 天啊 完全是另外一個level 應該就跟Dyson吹風機是一樣的概念吧 默默地買下了一個 覺得有一天一定要買GHD的心情 然後後來就真的被我挖到這個 大打折的時候 我的這個型號呢 是gold 蠻多人都是說其實買gold就夠了 如果你預算有限的話 就不一定要買到更高級的那一個 我覺得gold已經非常非常的好用 她的這裡是做有點彎彎的 所以她雖然說是夾直的離子夾 不過像是我髮尾這個外翹啊 還有我瀏海也會往內稍微 捲一點點我都是用它 也不會讓你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直角 你就這樣順順的拉下來 然後瀏海也是這樣拉下來之後 再稍微彎一下就可以 現在台灣也有代理進來 所以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試試看 我自己是覺得拿回來用了之後 真的完全的不後悔 我的頭髮其實很硬 需要夾蠻多次 但她這個真的是 一下下就預熱好了 熱度她也不能調整 因為她就是幫你弄了一個 她可能覺得最完美的熱度 然後我覺得用起來真的是 perfect 你們最近看到我的頭髮都是有用她夾過的 接著第二個 3D好物是 燙睫毛器 相信應該很多女生都在好奇 這個很多人團購的燙睫毛器到底好不好用 那我自己也是跟別人的團賣的 韓國的Face Factory 我覺得很好用欸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 姑且抱持著試試看的心情 沒想到用了幾次之後就非常的喜歡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前面就有這個燙睫毛器的頭 開關這邊按 它有兩個大小 我通常會按比較大的這個 充電呢就是在下面這邊直接接 去充電就可以了 它是無線的 所以你只要充飽就可以這樣輕鬆的帶出門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睫毛是屬於 真的超級垂 然後又很不長也不濃密 我原本其實不太重視我自己的睫毛 每次加睫毛 刷睫毛膏之後 它又很容易會一直掉下來 它會很容易就是弄到我眼睛裡面 就會讓我常常眼睛裡面很不舒服 後來就很少很少用 可能除非很重要的場合 但是呢我用了它之後到現在 我應該幾乎每一支影片跟 每一次出門玩 我都有認真的刷睫毛 加睫毛 跟用這個燙睫毛器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我的上睫毛 就是這樣hold住欸 我剛剛也有用 側面應該可以看到我的睫毛是很往上翹的 然後我的眼睛 終於不會再不舒服了 我通常會在睫毛夾 夾完之後 素的睫毛我會先燙一次 上了睫毛膏之後 我會再燙第二次 直接這樣靠近之後 往上 像刷睫毛膏一樣這樣子 慢慢的往上 就可以了 它就是會 頂在那邊 超級推 尤其是像我一樣 像睫毛非常非常容易下垂的人 你一定要有它 出國的時候啊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電池 所以不可以放在行李箱裡面 但是我就是愛它 愛到我還是要把它帶出門 所以我就會把它放在我的隨身行李裡面 推推燙睫毛器 話說我不是12月的時候 去京都小蜜月嗎 如果有追蹤我IG的室友 應該會知道 我真的這一趟旅程 又著實感受到用iPhone的好處 因為太陽先生他不是用iPhone 那時候我們在京都車站 要去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都要做不一樣的交通工具 然後京都車站超大 然後我們就一直找不到 要在哪邊買票 他還買錯一日券 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哪好希望它跟我一樣 是用iPhone 因為iPhone的Apple Wallet 可以直接加進來 日本的交通卡 像我之前去東京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個Sweet Car 這次關係是用iCoCard 你們可以看到我下面那個使用的記錄 我在京都除了那些 一定要買票的交通工具之外 我全部都是用手機直接感應iCoCard過去 超級無敵方便 甚至不用把Apple Wallet打開 你就是 這樣關著螢幕 他這樣逼他就會感應到了 然後你也可以線上直接加值 像坐公車我們做到一度 欸裡面沒有錢了 他就很麻煩 他可能就要掏 真的硬幣去換錢或什麼的 但是我就不用 我直接在上面 用我的信用卡加值就可以 你們去日本一定要記得 用手機綁他們的交通卡 真的好方便 而且你如果裡面加值用不完啊 你去便利商店裡面也可以刷這個 喔而且我發現有些販賣機也可以用欸 超讚的 我記得我的第一支iPhone 好像是iPhone4 然後用到現在已經是14 Pro了 那時候在用11的時候 我用到別人的三眼怪 然後我就發現 哇有C3的鏡頭 拍攝真的會變得更有質感更高級 然後我自己又是做社群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有 更好的畫質更好的相機 所以就換了手上現在這支iPhone14 Pro 那我覺得iPhone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更厲害 可是年年換新真的有困難 於是呢 我要來跟你們介紹今天的第三樣好物 是一個最新的 年年換iPhone的酷方案 我會盡量簡單的分享給你們 想要每一年都用最新一代iPhone的話 一定要仔細聽 這是中華電信他們搶先其他電信推出的 iPhone4Live的方案 加上了5G電信資費 手機保險還有分期服務 來讓我們用這張表來看看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為期一年的方案 假設啊我想要選裡面的 999方案 然後我要買iPhone15的話 我一個月的月角就是 2216 在你繳了一年之後 是不是又會有新的一代iPhone推出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把手上的這台iPhone買回家 或者是直接將手上的這支15 歸還給中華電信 然後訂閱新的一年的方案 換16回來繼續使用 只要用這個方案換下去 你就可以年年都拿最新一代的iPhone喔 記得申辦這個方案的時候 一定要先申請 開錢包跟慢點付的服務 需要先申辦好才可以進行付款 之後每個月付款單下來之後 你就只要去超商或是設定自動交款就可以了 我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想要擁有一台iPhone 超過一年以上買下來且不歸還的話 就沒有那麼適合用這個方案喔 我覺得這個方案很適合兩種人 第一個是 每年都想要用最新一代iPhone 並且不介意歸還舊機的人 第二種呢 是如果你沒有信用卡或是沒有信用卡 使用習慣的話 想要用現金分歧買iPhone 也可以使用這個方案 那麼最後最後呢 提醒大家 這個服務的話 一定要在中華電信的實體門市申辦 每年歸還舊機或再申辦 拿新機也都是要到實體門市 那我有把方案的連結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點開看看喔 接著第四樣3C好物是 我非常推薦新手使用的底片相機 現場監督 它是KONICA的 你們可以看到上面這裡 有一個現場監督的字樣 然後還有一個小工人的圖案 這個相機其實是以前他們工人 在記錄工地的樣子使用的 為什麼它會變得很紅的底片相機 就是因為 要能夠在工地使用的相機 就一定要是非常防風沙 也非常的耐用 底片相機就是很怕它年份久了之後 會有一些狀況 可是現場監督呢 基本上保存狀況都會還蠻不錯 然後使用下來 也會成功率很高 然後這個是我直屬們送我的新婚禮物 在他們送我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型號 我是後來去做功課才發現 喔原來現場監督是一個 熱門的底片相機選擇 我在實際拍了兩卷之後 我真的覺得超級讚 因為其實在這之前 我有用過兩三台影片相機 也有用過那種拋棄式的 之後真的都還是蠻容易失敗的 可能我也沒有很了解 裡面相機的使用原理 可是這一台呢 我是真的無腦使用 因為它這邊有那個 AUTO的閃光燈 我就直接都輕鬆地拍 沒想到洗出來 幾乎沒有失敗的作品 我覺得超級讚 好適合新手 雖然它市面上 價格大概是三四千左右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 還不如直接買它 因為它失敗率這麼低 比你拿三千多塊去換好幾台 會一直失敗的還要更好 然後像是這張呢 是太陽先生幫我在家裡拍的 我就覺得超級好看 完全沒有想過 可以用底片相機拍得那麼成功 那應該是太陽先生 第一次用這個相機吧 然後就拍得那麼成功 真的好喜歡喔 它這裡啊 有一個這個MOOD 你就按下去之後 它這邊呢 就會有自動的閃光燈模式 自動去測光現在是需不需要閃光燈 就不會怕你自己判斷 然後過曝啊 或是太暗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設定成 要閃光燈或是不要閃光燈 按這邊就可以了 它這個妝底片跟 最後拍完的時候收底片 都是自動會幫你捲的 所以也很方便的 它的外型其實也很可愛耶 這個紅色剛好很適合我 看起來蠻大台的 可是重量我覺得算輕 後來呢 我會繼續用它 拍出更多生活紀錄 好的很快來到了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樣好物 是這個 Toshiba的美型硬碟 是我幫他自己取的名字啦 那這個硬碟是4TB的 對一般人來講 應該已經很夠妝了 我那時候呢 在找硬碟的時候 我又一直很不想要 拿那種黑色的硬碟 我就想要它漂亮一點 然後就看到了這個白色的 我想說也太漂亮了吧 然後Toshiba也算是 口碑還不錯 所以我就先買了這個回來 我已經用了一年多 它現在已經滿了 我在上面有貼自己的貼紙 然後這邊有Toshiba的符號 有點髒了啦 說實在我是有一點 沒有很愛惜硬碟的人 我的筆墊跟桌墊的容量 都沒有很高 所以我會很常把 要用的素材放在裡面 然後帶著走 它真的都沒有壞掉 也沒有什麼狀況 我自己覺得 我對它沒有到很小心 可是它竟然那麼安全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不錯 然後又漂亮 重量跟大小 我覺得也很OK 所以呢 在我把它裝滿之後 我又買了第二個 然後這次買了紅色的 你看紅色也很漂亮耶 上面就可以隨便貼一個 你自己的貼紙 就超級可愛 後來跟你們說 我很常素材放在裡面剪輯 其實這樣很傷很傷硬碟 可是我的硬碟都沒事 相信應該也有女生們 會有硬碟的需求吧 就推薦你們 在介紹完五樣好物之後呢 最後來跟你們分享一個 小雷霧 氣壓熱膚按摩眼罩 我原本是很期待的 因為我高度近是有長期用電腦剪片的關係 其實我眼壓都會一直處於一個很高的狀態 很常會引起頭痛啊 或是我眼周眉骨這邊都會很不舒服 我自己是覺得 對付眼壓過高這件事情 熱膚是一個還蠻好的方式 因為我本來是有使用 日本的那種蒸氣眼罩 可是那個就是拋棄式的嘛 要一直買 有時候會過熱 所以我沒有到那麼喜歡 那時候拿到這個都想說 欸它是可以一直長期使用下去 會不會很好用啊 結果用了之後我真的是不愛欸 我大概勉強的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用過 把它封存起來了 它主打就是有熱膚嘛 可是它的熱根本就是溫膚 那個溫度超級低的 還有一個點是它有氣壓 所以它會鼓起來啊 然後再收縮這樣 有點像按摩的概念 就是那個氣壓很弱 整個功能都是有熱 也有氣壓 但是就都很弱 所以沒有太大實質的幫助 戴起來好像很厲害一樣有沒有 結果根本很難用 派亞先生也有拿去用 然後他也覺得真的是沒有很好用 尤其是後來我找到了一個東西之後 跟它比較之下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比較貴 然後又更沒有幫助 後來找到了一個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買的 不知道台灣哪裡可以買的到 反正它裡面是米 它是做成像一個這樣子的眼罩 直接把它整個拿去微波 而且只要微波大概二三十秒 拿出來就已經很熱很熱了 而且它這個裡面還有加精油 你也可以自己再滴精油進去 很香很香 然後那個熱度是很舒服的 它的熱很持久 跟日本的蒸汽眼罩一樣持久 我覺得超級讚的 我現在都是用它 而且你也可以重複用 然後又只要微波加熱也很方便 皮這一個真的是好太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找找看 有沒有這種 裡面是米的這一種眼罩 好 以上就是我2024年第一支的好物雷霧選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這些3C好物都是我自己用下來 非常非常滿意跟喜歡的 一定不會後悔的那種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的好物裡面被燒到哪一樣呢 那如果你對iPhone年年幻的方案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下面資訊欄找連結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發我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 我2024年的影片 都要記得分享我身上穿的衣服 不然我每支影片都被問 今天這件花的圖案的衣服 是Millimeters的 很可愛 它側邊還有做這樣子的縫線 超級Q的 在IG上面突然一直被大家問 有趣的